4月3号大地震也重创吉安乡 池云山那谷塔 造成有将近300位仙人的骨灰骸 因此而从贵位中掉落 经过三个月的茶姑恢复之后 吉安乡公所以不同宗教形式 一连举办两天的安灵法会 要尽最大心力圆满安奉礼仪 4月份强震重创吉安乡 池云山那谷塔 造成有将近300位仙人的骨灰骸 因此从贵位中掉落 经过专业团队 三个月来的茶姑恢复后 吉安乡公所特别以不同宗教形式 从期后开始一连两天办理安灵法会 在这次的祈福安奉路塔仪式中 有271位仙人 更换了那谷柜位的骨灰骸 并且以止滑电加固 另外有27位仙人要进行执掌 在路土为安之后 将以神祖牌位的方式 来进行永久安奉 感谢所有的乡亲好朋友们 用包容来作为一个圆满礼仪的 这样的一个铺陈 除此之外 我们8月4号的中原普渡 也要带来30间宫庙的一个 好住导来作为我们奇安安奉 甚至于是扩大的一个办理 为了让受害加速 在炎热的天气中 也能圆满闲人的安奉法会 人里村长范国昌 也自费请来知名冰品餐车 到场免费提供双麒麟及饮品 增长仪式在众人的协力之下 将礼仪做到尽善尽美 记者许立琴 吉安香报导